我有的时候就 没办法的时候嘛 我就会说 说中国人是下贱的人种 我一般都是这样讲的 中国人是下贱的人种 然后昨天还是什么时候 那个什么雷的怒 那个老雷德国人那里 在德国那个人的视频下面 我又评论了 因为中国人是下贱的人种 然后就有人来骂我 我觉得我说的是非常正确 他们没必要那么 不然的话为什么一直搞民主 一直搞不起来 就中国人确实不是什么好 中国人就是基本上不是什么好人 没什么好人 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看美国之音讲习近平 那个取消了那个国家领导的限制 那个说他吃相很难看 吃相很难看 我今天又是做梦 做梦 又是我妈丈夫又怎样怎样 他他的孙子又怎样 他也是吃相很难看 一直猜就是 暗中一直猜我 禁止我结婚 然后最后呢 还要搞到 还要跟黑社会联合起来 跟黑社会联合 把黑社会弄到这个家里面来 以黑社会的名义禁止我结婚 然后一直要吞着我 那能吞得到吗 都是中国人 我也差不多是中国人 是吧 你就比我高明了啊 我看他们不怎么高明 还是要盯着我吗 还是要盯着我吗 你能盯着找吗 那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别盯着我 他一直盯着我 好像这个帖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针对我 管他是不是针对我呢 是吧 反正 中国人就是吃相很难看 他这个帖里面 你的医生为美好而战过吗 表面上看好像是为民主而战 但里面感觉好像 然后他后面有一个 回复说在挥霍 在挥霍 说我在这外面住是挥霍的 我也没花多少钱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是公号的钱 跟你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曾经听见鬼说我 他说我妈死掉 林家是最大的受益人 就那天我听了好几次 鬼那么说 他一直说 说了好几次 林家是最大的受益人 他还要从我 还想从我这里受益 我说你吃相太难看 是吧 吃相太难看 然后他说 那个奖是这个帖里面 他说 他说一直在挥霍着 然后他那个 发帖的人就说 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应该吝啬 一分钱都别指望 你要想要我的钱 你应该上法庭 知道吗 杀人犯啊 参与杀人犯 还是黑社会的后代 还禁止我结婚 一看到什么利益 他就要奔过来了 别做梦 我的钱宁可被习近平给没收了 嗯 你一分钱都别 别指望拿 最近做我的梦 好像就是 嗯 一般的说 那个派进来的 黑社会背景的地系 好像是没看见的 就做梦 一般的说 那很可能这个人要 隐退嘛 估计 因为他作为黑社会的作愿 已经达到了 达到了 然后呢 更糟糕的是 他曾经说过 他曾经说过 他说 你 我妈 我到大之前 大夫给我妈打了一针 打了一针 后来我妈才死 嗯 估计他这句话 是对福建帮 谋杀我妈 就对习近平谋杀我妈 这伙人谋杀我妈 是很要命的 是吧 所以说 很可能就是 你 需要他隐退 嗯 嗯 然后呢 估计 估计他又要以他 嗯 我弟的 他们夫妻的那个 生的儿子的名义 又要来 又要来怎样 别做梦 你要想怎样 你就得上法庭 啊 这个你你 你有谋 你有谋杀的那个 嫌疑啊 你长期在那里面谋杀 是他认为现在习近平 啊 终身制啊 黑的可以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是黑的 嗯 就就中国人非常的不要脸 吃相很难看 简直就是就是 不穿裤子了 不穿衣服了 在裸崩了是吧 真的 总的来说 我感觉我比较我 我感觉我跟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 很可能就是那么一些 我反正我觉得我 我跟中国人区别是很大的 你看我这么 长期以来我 我一般的说在 是吧 我不会去 行贿啊 因为我 因为我的思想跟别人不一样 好像是这样 然后我也不会搞关系哦 嗯 相对来说 我跟中国人的区 呃 区别是很大的 中国人有一个很突突的 特点就是 好像他们 他们重点都是在别人身上 嗯 都是在仇人身上 一直要盯着别人 一直要盯着别人 你说 你说 呃 外国人 中国人是吧 他他他没没什么发明创造 他就是讲搞那个关系嘛 搞关系 群态关系往上爬 都是搞这个 呃 西方国家的人 他们是 什么 创新 创新比较多 那中国人就没什么创新 是吧 基本上是没什么创新 他就是偷 去偷人家 偷人家的技术 他他他他他他他就是偷嘛 他因为他擅长于去偷偷 偷 因为他怎么偷呢 或者说他搞一下人际关系 或者说 他他就善于人际关系 会善于行贿 因为中国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体制出来的人 他就是 特别擅长于这个 至于说他叫他去动脑筋去创新发明 他可能可能可能在 在这个制度里面 他就善事的这种 或者说他也有一些创新的 呃 那个那个水平 但但他他这种能 他一般中国人就 他在这个这个这个 环境里面都是受到打压 谁有有创新也都是打压 不是受到鼓励 而是受到打压 甚至他还他自己还没拿到 就这个这个成果已经被别人 有权有势的人给给剥夺了 就是这样 所以说中国人啊 就是下贱的人种 我是这么认为 呃 呃 一般的那这个在网上骂我的 我我一说这样的话 就有人好像专程是台湾的人来骂 台湾的人也是一样的 跟中国呢 没什么区别区别很少很少 基本上很少 你看那个 那当然可能他们设算好一点吧 我看台湾一个节目 他是说什么 呃 一看到习近平的终身子 他就说应当巴结 应当巴结这个习近平啊 他说你要想得到三五个亿的话 他说民主国家会给你吗 不可能给你 也只能是习近平给你啊 呃 你这个是 你你没统一 你没被他统一 你要被他统一过来了 你完全在他手手上了 呃 你一毛钱都不值得知道吗 呃 我到现在为止还能 你成天说话吧 嗯 嗯 应该应该都 都被人家整了 比如说温家宝 可能吧 可能吧 嗯 嗯 我是说嗯 中国人就是吃相很难看 吃相很难看 他们就是成天盯着别人 哎呀 成天盯着别人 怎么可能盯着别人 像我妈那样子的遗产 她有的 她有的钱也还是拿不出来 人家借口就是说 我妈的父亲就是外公嘛 外公台湾的 呃 你要你要公正一下 台湾那边要有公正说 我外公已经死掉了 你这个钱才能拿得回来 他们说只有一点钱啊 听听那个口风好像就就就一一 一万多 一万多这样子 但我曾经听见鬼说说 征收了六万 好像是说我家里的 还是我被征收了六万 那我后来想 这个 是做梦 是做梦 那很可能就是说我妈 我我估计这个这个梦里面所说的六万 很可能就是 那个 在我妈在银行里面取不出来的那 那那些钱 估计有六万 当然 我做这个梦的时候 那个还没有说修改现款嘛 后来 后来就是 不是没多久 没几天 就说要修改现款 据说那个现款修改里面 有说可以强强制征收个人财产 强制征收个人财产 强制征收个人财产 我应该向你们要钱 别想我要钱 我这里一毛钱都 你要想向我要一毛钱 你得通过法庭 当然现在 他终身制的这个法庭 就是他家的法庭 就他家的法庭 我住在北京 我认为是很必要的 是吧 远离那些 远离那些 那些人啊 远离那些 迫害我的人 他们长期迫害我 我在这里住 也其实也没什么自由 但相对来说 比福建来的好一点 就是 为了追求那么一点点的安全 就在福建 更容易被人家投毒 他们长期对我投毒 过去就长期对我妈投毒 那现在要对我下手 这样子 投毒 他们长期投毒 还有一个 我 我也要争取自由 或多少 有那么一点自由 当然也 也不是说在这里 就完全不可能被投毒 有的时候他们走出去 他们 他们这都 都是他们的人 有的时候他们也进来投毒 好像2013年的时候 我过去那个日记里面 在谷歌上面 日记里面有反应 这是 基本能权 这基本能权 没什么保障 但相对来说 好一点 所以硬堂花这个钱 我就是要花这个钱 我的钱就花在我身上 怎么啦 不对啊 你不对你可以上法令告 你习近平有本事 把我的钱给征收了 你爱怎么搞 就怎么搞 但但 呃 不可能 他他 这些人 当皇帝 当当习惯了 觉得你 你应当跪下去 你应当 呃 你应当自杀 我叫你死 你就得去自杀 那我就说你 你叫我死 你得开枪把我弄死 是吧 是这样 嗯 你他他认为 呃他他要他要抢你的钱 你要乖乖的让他 那你我认为你要抢我的钱 那你那你得动手 是吧 嗯 你应当肯定是非法的来抢我的钱 嗯 你你绝对不可能 呃 就就一毛钱都拿不到 嗯我我就是要那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好